市長 委員好 市長 是 我們醫護人員 醫師人員過勞的問題 事實上是一個 國際上已經非常關注的議題 那這個 現在 我有一個 醫學的問題上 想要請教你 有人告訴我說 睡眠不足的時候 人類的反應會變得遲緩 注意力減退 而且可能產生焦慮 憂鬱 暴躁跟不安 然後呢 他是說根據實驗發現 當一個人清醒超過18個小時 十八休息不睡 他的認知功能跟動作協調的表現會下降 那影響程度差不多 喝酒水差不多 那血液中的差不多 跟那個 他說18個鐘頭不睡覺 他那種 等於相當於 這個喝醉酒酒精濃度 百分之零點零五 好 的這種狀況 是不是 是不是有這個實驗 有 這個完全同意 這個委員的說話 是 那如果說 幾室休息無憾 超過清醒超過24小時 他的反應及判斷力下降的程度 差不多等於血液中的酒精濃度 百分之零點一 這東西實驗 這東西實驗根據的 是 好 我們的這個法律有個規定 我們的刑法第185條 這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 要除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個 第一款 就是說 吐氣 他的酒精濃度 達到 就是他的血液 他的這個血液中的酒精濃度達到 百分之零點零五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超過18個鐘頭不睡覺 他就相當於這個 酒精濃度百分之零點零五那個酒醉的程度 好 那但是我們知道我們的醫護人員常常24小時甚至於36個小時連續工作 那這個一週也才168個小時 但是醫院裡面常常要工作100個小時以上 然後還被當成是正常了 市長 在這個有一個報導裡面 就是有一個過勞的醫師 精神科醫師 他最後決定要離職 他寫了一個投書 他說吼 我不知道如果當病人知道 幫你開刀的外科醫師已經30個小時沒合眼 跟你解釋病情的那科醫師整天已經沒有吃東西 已經餓到腳軟 聽你說著想死的念頭的精神科醫師 其實自己也很想死 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光景 慢性壓力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這個精神科醫師最後決定離職 因為他說當他聽著這個病人跟他說想死的時候 他覺得他自己也就憂鬱到 真的也是沒有想活下去的動力 市長列寬話上面寬 這個如果這個今天的法能夠通過這個這個蘇委員的法能夠通過的話 我想第一個職業災害的保障就會完備了 第二個工時呢 我們現在雖然我們定八十八個小時 但是我們不可忽然我們的調查裡面很多的科比較輕鬆的科 事實上當然都不用到每週八十八小時 不過有些外科其實會超過 那我們的目標是所有的不是用平均 事實上所有的這個科別呢 所有的醫生一定不要超過八十八小時 每週 好來 我知道就是說我們在審勞基法的時候 今年六月 這個我們立法院有一個附帶決議 要求勞委會要檢討這個責任制 就勞基法第八十四條之一 是不是要對我們這個勞健保的 醫療勞健保的服務業是不是也適用 所以呢 事實上我們在從去年開始 我們有好幾個醫療的單位已經不再適用責任制 包括這個血液透析室啦 高壓仰仰的單位啦 放射線的診療部門啦 檢驗部門啦 血庫 呼吸治療室 實驗室 還有管理資訊系統部門救護車 這些都不受這個責任制 然後從明年開始呢 手術室急診室 加護病房跟產房 還有手術麻醉恢復室跟傷病房 中重度的病房 精神科病房 還有器官移植小組 也不受這個責任制的限制 所以就是說很多醫學院的學生 他們就會很合理的懷疑說 那在明年就要上路這個 跟我們今天修法有沒有關係 好 會不會影響到 我來做一個報告 剛剛這個講到 到今年12月底 最後一天這個 明年又要開始這個事情是 護理人員 護理人員等等 這些醫師是不在這個裡面的 對 醫師不在裡面 所以就是說 到最後呢 到最後就是說 醫師整個被排除在這個 勞基法的保障裡面 護士啦 其他的醫師人員 不論你在手術室 到明年開始以後 你急診你在手術室 急診室家戶病房的護士 那我們希望說 當然有些醫院也很擔心說 那我們以前也是這樣過來的啊 我父親也是這樣訓練出來的 但是時代不一樣啊 時代不一樣 我們如果不對這個醫師過勞的情況 這個 加以這個正事的話 事實上我們 最辛苦的這幾個科別 會招不到年輕醫師 我想這是一個很清澈的事情 並不是說我們要為難這些醫院的經營者 而是說我們應該正視這個事情 那我們用什麼樣法律規定 我們如果每個醫院都比照辦理的話 就不會形成惡性競爭 抱歉那個主席 我給我30秒 我的先生曾經生過病 他曾經到了好幾個醫院去做過檢查 為了確認那個病情 然後最後他告訴我說 核心醫院的護士是所有醫院 最和善的 對病人最Nice的 我說因為他們的醫院很早就根據勞基法 在善待他們的護士 所以核心醫院的護士 對病人特別耐心 那特別的這個細心 那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東西就會有正向的 正向的這個回應嘛 讓大家就會更放心的去你這個醫院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呢我們也希望說這個 今天的修法是一個好的開始 是一個共識的開始 那也希望我們年輕的醫師 未來不要擔心 會投入這個辛苦的這些科別 然後這個過勞 影響自己的健康 因為過勞而影響這個家庭的 這個環境的生活品質 謝謝 好我們謝謝天秋菁委員 reten 今天 谢谢大家